其實當然這個只是一個過程 最後的話其實是可以再把它變成程式 那你說那個程式會很複雜 會像那個甚至比那個 這個ECL來更複雜 其實跟各位講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的話如果今天希望最後再做個變化 這個變化感覺就會讓人家 就是相對起剛剛的做法 其實會容易許多 執行的話非常容易 因為只要按個按鈕資料又會重新再來 比如說長恨哥按一下他 我如果今天希望寫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就是說他自動幫我把這邊的資料 每七個字放一個 有沒有 123456一直這樣切 那該怎麼做 這個按下去就自動完成了 OK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其實這個程式跟之前那個99層發表 很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差異性不大 主要是從那個99層發表 那個程式衍生出來的 那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 最後我們來練習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請各位 也許做個變化題吧 就是說呢自己在網路上找固定長度的這個資料 當然我除了長恨哥以外 應該還有別的別的資料 然後呢做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的部分的話 那後面其實你可以怎麼 再增加一個那個的名稱 比如說再增加一個 想想看還有什麼東西 是固定長度的 然後呢也是一樣切 我希望切割 就兩種 一種是用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一個是用VPA 那這個VPA我來講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寫出來的 不過當然難度會相對的 看起來是比較高 不過實際上跟90層發表 其實是有相關聯性的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一樣就是要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一樣是開發人員部分 打開第一個 這個我想我們前面講過了 記得如果你忘記的話 從那個其他上面箭頭其他命令裡面 自訂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打開 OK按確定 那第二步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我把這個重新再來過 這個長恨哥這個怎麼行 實際上 第一個的話 我把這個長恨哥再複製一個 複製怎麼複製 拖拉加Ctrl鍵 放開 放開滑鼠的左鍵 就有一個了 一模一樣的 那把這個改成VPA OK 這也是第一個 先產生一個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撰寫剛剛那個程式的話 接下來點選Visual Basic 那點開來之後 程式寫在這邊 那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兩個按鈕 所以是兩個Sub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模組裡面 那怎麼寫出來的 我把這個地方移除掉 首先的話 你們打開應該是長這樣 就是說 其實理論上 打開之後的話 Visual Basic可能比較大 一般習慣是把它縮小 然後把它放在 一般是放在右邊 那我看我要寫什麼程式 然後再根據實際上的 這個需求去寫後面的動作 那程式寫在哪裡呢 一樣寫在按右鍵 插入這個模組 記得喔 插入模組 反正將來呢 你所有的程式 一律寫在模組裡面 那有兩個按鈕 所以會有兩個Sub 第一個Sub 叫什麼呢 也許叫長橫哥 OK 好 那你就Sub 空一格 長橫哥 Enter就可以了 好 那把程式寫在裡面 那程式寫什麼 這邊注意喔 第一個的話 跟他講說 你將來的資料放在哪個範圍裡面 特別注意 那範圍的話 總共有幾列 Ctrl向下 怎麼過頭了 應該到這裡而已 到60列 那總共有幾欄 A欄跟B欄 總共有兩欄 所以喔 如果你要寫這個程式的話 第一個先告訴他說 我要輸出的範圍在哪裡 然後先列 再欄 用I來表示列的範圍 等於第一列到第60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然後呢 移到上面之後的話 打內圍圈 裡面內圍圈的話 指的是哪一欄到哪一欄 所以再來就 For Trey 等於第一欄到第二欄 等於兩欄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好 那這個範圍的話指的就是說 我從這個範圍 1到60 然後橫向的話 兩欄 那做什麼事 等於 你打一個Sales Sales指的是哪一欄哪一列 I欄的第二列 痘點 I欄的追列 指的是 這個範圍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等於什麼呢 你先打兩個雙引號好了 那指的是清除 所以如果你現在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輸入這個 表示說裡面的是要清空 如果你執行的話其實就清除 所以乾脆把這一段複製一下 然後呢貼到下面 Sub名稱改成清除好了 所以其實先把清除寫出來 OK清除 所以我們基本上已經把兩個Sub寫完了 那剩下來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後面呢 如果你要輸出資料 比如說我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資料 就全部清空了 因為他每一個每一個 通通把它丟這個空字串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輸出的是我要的結果的話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呢這個規則 可以拿剛剛我們寫過的公式 拿來修改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把它貼到這個程式的上方 參考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那前面我記得 我們有寫過那個九十三號表裡面 其實主要就是說呢 把Column 改 因為Column是藍 你把它改成J就可以了 那你把Row改成I 就可以了 OK 那我改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改成VBA的話 你可以拿上面的程式拿來 稍微改一下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是MID MID是切割 然後第二個的話 他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哪一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的話 指的是這個 這個儲存格是D1 那如果D1的話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在那個Range的D1儲存格裡面 有這個資料 你就抓這個資料就OK了 對 逗點 接下來的話 所以在Essale裡面寫成這樣子 那在VBA裡面 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子 Range D1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的地方 你只要把Column改成J Row改成I 那其實結果就OK了 所以改 我們來刮符有沒有 只要看到那個什麼 Column改成J 減1 這個是改成J 減1 或刮符一下 然後 再怎麼樣呢 再乘上7的倍數 加上1 再加上Row的話改成I I 減掉1 然後記得這個 刮符一下 後面的話呢 記得乘上14 逗點 逗點後面的話 就幾個字 一定是7個字 好 程式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規則的部分呢 跟剛剛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是說有些地方改寫了 也就是說把這個地方改成Range D1 然後把這個Column 這個藍的部分改成J Row呢 改成I 那其他都一樣 最後就是一樣 0.7 OK 好 寫完之後的話 那請你按執行 如果你假設沒有改錯的話 理論上 他一執行呢 就全部就輸出了 清楚有沒有看到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看細節的話 你可以在偵錯裡面 找到主行F8 你可以按F8 有沒有 他就先輸出第一個 然後NAS 那如果你想知道說 為什麼他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你游標可以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上面 他就告訴你了 有沒有 他上面的數字 J的話是第一 現在是第二欄 然後呢 這個I目前 I裡面的值是多少 他會顯示出來 然後呢 一個一個就輸出了 OK 全部執行的話 就像這樣 這一段其實 程式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重點回顧一下 一 開啟開發人員 打開VideoBasic OK 所以打開完之後 第一步 請你記得 先插入一個模組 輸入SUB長橫歌 然後呢 把這個程式打上去 然後試試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 在雲端白板的第110的下方 也會有一模一樣的程式 請各位試試看喔